粉尘作业 这个示意图表示在隧道内狭窄空间的挖掘作业 隧道挖掘或产销岩石时会产生粉尘 在这种作业地点要设置换气装置 作业人员要使用附带电动鼓风机的防尘面罩 吸入粉尘会积存在肺里 造成肺功能降低和呼吸困难等尘肺病状 这里有两张肺部的照片 左边是正常人的肺 右边是沉肺病人的肺 过去的隧道作业人员及煤矿工人常常患沉肺病 这种病不会马上发病 往往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才发病 安全要点 是否经常清扫作业场所 是否经常洒水 换气是否充分 是否使用了防尘面罩与防尘眼镜 作业人员是否定时接受特殊体检 隧道开凿前 是否进行粉尘检测 作业人员是否接受了特殊培训 是否判断 是否定时接受特殊体检测 是否认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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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哪里 隧道 是否讯 是否讯 是否讯